我和我男朋友相处不到一年 但是现在就感觉可能是年龄的问题 导致矛盾很多 感觉他做的事情我都不是很能理解 他这个人太古板了 而且认准了的事情就必须办 也不征求别人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很难沟通 其实我觉得除了辞职的这个事情 不太能让他理解以外 其他的矛盾都是很小的事情 都是可以沟通解决的 但是很多时候他拒绝和我沟通 我就希望我们能平静下来 好好地聊一聊 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小苏三十岁来自北京戴业有请 小胡二十二岁来自辽宁职员有请 欢迎两位 女生要来男生要来的 是我 是你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就是可能要是碰到问题 那也不至于这么愁眉苦脸 你那眉毛拧着 他怎么了 跟大家说 我们两个本来就有年龄的差距 然后有的时候生活中很多事情 我不能理解他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古板的人 古板 比如说他喜欢花现金 今天我约他出来看电影 他提前到了电影院 我说你先去买个电影票 正常大家在手机 什么各种客户端 微信上面都可以买得到票 二三十块钱就解决了 他去了部 他就非要花现金 拿一百块钱办了一张电影卡 本来四十块钱能解决的事 非要花一百块钱办个电影卡 而且那个电影票 后面都是带零头的 后面带个几毛钱 就比如说二十九块九 那我电影卡里剩那几块钱 几毛钱 那不是钱呢 那我留着他干什么呀 然后还得继续往里头搭钱 就是当时给我气子都不行 这就是一个个人习惯嘛 除了这个看电影用现金 你其他的支付方式 现在也用现金吗 不一定 看那个当时什么状态 所以这没什么 这也不算古板嘛 但是他有的时候 其实吃饭呀 或者买衣服什么 他都其实挺喜欢用现金 有时候坐出租车 他也喜欢交 大家找不开零头嘛 其实这都不算什么 还有一个我挺接受不了的事 坐公交车的时候 北京公交地铁 有的时候确实挺挤的 但是他会提前一站 就一个一米九三的男的 然后站在人家身后 跟人家直接伸头就说 您下一站下车嘛 要是有人大早上 早高峰的时候 这样伸头过来问我 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特多余 然后就会觉得很尴尬 他自己都不会 他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这事是这样 就是说我之前没卡过 有人不下车 就是站在中间 我只是过去问一下 我也没说是恶意地 去抨击别人 那你早高峰的时候 大家都挤 大家都知道 后边有人要下 或者怎么样 也没见说谁 我就站在那过去问 你下车吗 再一个就是时间上的 时间上面 就比如说 本来一个不重要的事 就比如说眼镜上 螺丝钉松了 想去扭个眼镜 但是就逛着逛着 突然看见了一家 挺好玩的店 或者说 今天有一什么电影上映了 再去看 然后可能这事就耽搁了 他就会一直叨叨这一个事 就是说 哎呀今天眼镜没修上 或者怎么样 我说改天再修呗 这不都一样吗 不行 就一直叨叨 一直叨叨 然后包括有计划这个事 就是现在就是支付宝 什么上面都有 那个什么花呗啊什么的 他就不敢用 他就觉得像在借别人钱 然后只要是用了花呗 他就不管用了几十 就是一百也好 或者用了几十几块也好 他就一直叨念这个事 我就不太懂 我是因为个人原因 然后那个 个人原因 目前是把工作辞掉了 我没有在工作 我下个月可能 没有钱进账 我只能花现金 来维持现在的一个状况 因为你现在 你用支付宝一类的软件的话 你下个月是要还的 都是平时吃饭的钱 也没有特别多 几百块钱 然后我觉得这个下个月 都是可以还得上的 我又不是不挣钱 带业有多久 带港吧 是上个月刚辞 上个月 那没啥 以前工作就很不稳定吗 以前工作很稳定 所以这习惯 是因为辞职之后才有的是吗 这习惯对 那这没什么呀 但是就让我觉得 那没必要一直叨念这个事吧 一路上都不开心 不管出去玩还是怎么样 只要用了这些东西 就一路上坐在地体上 就整个人就是这个表情 就是他刚上台那个表情 一路都是那样 不管你开不开心玩的 我真觉得都 这都无所谓的事 干嘛把自己搞得这么紧张呀 压力比较大是吗 是 现在是辞了以后 因为钱用的差不多了 压力肯定会 钱用的差不多 积蓄差不多了是吧 找工作去 当时辞职是因为 第一 我上一份工作是加班 我这个工种就是加班 你在网络公司肯定要加班啊 这个你都不用说 你的网络公司 我现在做的广告 我觉得我都要加班吧 在北京加班 这太正常了 因为加班辞职 我觉得这说不过去 不是说因为加班辞职 然后还有一方面是 家里房子要装修 两边我过不过来 跟他交往的话 如果真的是天天加班的话 没有时间陪他 然后我说我想去换一份工作 换一个工种来继续维持 现在的生活 您可别提现在工作这事了 前一阵说自己要去快餐店 去打工 然后本来年前的话 就是因为他比我大一些嘛 年前的话准备就是 见一见家里面的人啊什么的 他现在找工作是挺不好找的 在我看来是挺不好找的 你如果去快餐店打工 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等你去我家 我倒是不在意 那我妈呢 我妈肯定会说 说现在你男朋友 在快餐店打工 你去北京 我又不是一直都在快餐店 但是你耽误了这一段时间呀 我觉得就是说骑驢找马 不怎么耽误事吧 你工作也要忙 然后那边面试也要忙 你本来还说什么 家里房子装修也要忙 你有几个头呀 就真的就是 有时候我们俩 就是可能观念不一样 然后他就一个人生闷气 也不跟我聊 我却问他也问不出什么来 就是有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 你问他吧 反而好像感觉他更生气了 就是这事就是 也在家里也不跟我说 我就是觉得 他有一些小事 我真的是 我平时工作就特别累 工作上损事就特别多 是不是因为这次 因为辞职完了之后 很多问题 其实辞职前就存在 这次可能因为辞职了 陪你的时间多按他的说法 可能这个就爆发出来的这些问题了 可能是日期月累的 我最受不了的是 因为我还年轻嘛 他也很年轻 对于我来说 他已经算是比我大很多了 他很不注意自己形象 特别不注意 挺好吗 我之前 今天上节目穿的 倒是挺像样的 平时的时候 就是有一次 我最受不了 我在一个 还算比较大的公司上班 然后中午 他去给我送午饭 当天穿着一个塑料拖鞋 就是去澡堂的那种塑料拖鞋 也没洗脸 然后头发整个就乱的 上面就飞起来的那种 然后直接就去了我公司 中午饭点 大家全从那一个门出来 你知道吗 然后他逆着方向走 大家一乌央的人 全都能看见我这样迎着他过去 我男朋友就是拉里拉他的那个样 我当时就不好意思 我也不好意思说他 我就赶紧给他领到旁边 拿着饭 然后跟他聊会儿 天儿我就上楼了 然后平时跟我逛商场的时候也是 你不下雨 你穿拖鞋干嘛 那24块钱 特别便宜拖鞋 你要是说特别贵的那一种 运动拖鞋 我也就忍了 无所谓了 是吧 但是就真的是 洗澡穿的那种拖鞋 穿去商场里面 他上班 我不上班 我平时在家里 基本上就是起来以后 能给他做饭 就是做完饭给他送过去 然后可能就是 不会太在意这方面 这点我承认 你看人都认了 但是你平时在家那么长时间 你干嘛了呀 你怎么就不琢磨琢磨 说了一次行 那说了两次三次还这样 你上班的时候 我需要去打扫卫生 然后买菜 你打扫啥卫生了 你做家务你也做不好 家务你也做不好呀 不是做不好 是回来的时候你也弄换的 你那些花热品 摆满了一桌子 那您在家干嘛的呀 这一天 大卫生洗衣服 买菜做饭 我觉得 然后还做不好 然后平时做菜的时候 叮当的 就是 就像要打仗一样 在那个厨房里边 就感觉全楼都能听 人家在这多鸡头 不是 那全楼都听得 那厨房本来小 是这个房子 是小 住出租屋 因为我刚来北京不久 你住出租屋 你本来声音就大 然后你做菜 还不体谅别人 平时说话的时候也是 也不体谅别人 开关门开关门 因为他一直之前 住在家里面嘛 然后就是一直在 像温室里长大一样 也不会在乎那么多 什么宿舍呀 什么同学 住在一起的那种关系嘛 然后平时开门 晚上就直接把那个门 啪的一下 就直接推开了 那天做饭也是 吓了我一跳 我在屋里边 就是刚下班特别累 然后就听那边盆盆啊 碗啊什么勺啊 全都掉水池子里了 然后就开始 帮帮的剁鸡腿 我就整个人 我就真的受不了了 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 行了 那以后您干吧 那我公子 他平时在家呀 他平时在家待着呀 在家待不是常态呀 我们两个之间 有很多生活习惯呀 包括想法呀 上面的东西都很不一样 我也懒得跟他说 有的时候他就特别磨人 他给你一种爱的压力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很难去 去接受他 他这个给我的感觉 我没有感觉到爱的压力 哪一部分是爱的压力 平时在家的时候 就是他会对我过分地关心 就有的时候我特别累 下班躺在床上 也不想说话 他就过来 哎 那个你去把那个脚洗了 或者说那个你去干嘛干嘛 把那个桌子上面的东西收一下 我说我现在就要躺 十分钟以后收 然后就开始在这屋里 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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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不说怎么了 我说我一会就收 你就现在就不能收吗 然后就一直这样 然后有一次 我说我想休息一会再去洗处 直接就把水 水杯直接就给你端过来了 我当时蒙住了 不是感动吗 我只是想休息一会儿 你现在还要我再坐起来 再去弄这些东西 你看看 听明白了 这男人和女人想法不一样 我特别累平时 真的是包括客户 我因为做乙方的嘛 白天说的话已经够多够多了 那你这个 我回家还要因为他这点事 再跟他叨叨 而且不光说 我说过 我不只说过一次 他永远都记不住 他就是很固执 就是就这么多年来的习惯 他也就很难改的那一种 你们俩当初是怎么好的呀 就觉得这人挺有意思的 之前没一起生活嘛 就是生活上面习惯 差距太大了 就是聊的话题啊什么的倒是 还没什么 但是现在又不愿意跟他聊 因为累啊 对 他还愿意过来 其实愿意照顾 有的时候就愿意 就是过来 对对对 给我一点压力一傻 对对对 您把这个幸福的事 全当成压力来看了 那可怎么办呀 老师们怎么看呢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昨天老师 你是笑出声来了 对 人与人之间一定是有磁场的 如果磁场对的话 翻山越岭也会相遇 如果磁场不对的话 就像你们这样 朝夕相处 也是要分开的 你们俩完全就 不在一个频道上 为什么 男生会不会觉得 莫名其妙 有时候会 好 我告诉你 因为这一个月以来 他觉得你给他丢人了 这人丢到哪了呢 到快餐店去打工 这人丢到他妈妈那儿去了 工作给他丢人 到他单位给他送饭 穿得拉里拉搭 在他看来 丢到朋友同事那儿去了 形象给他丢人 这一个多月 钱也没有了 口口嗖嗖 紧紧巴巴的 经济上给他丢人 所以你在他这儿 丢人算丢到家了 这就是为什么 你觉得莫名其妙 他自己全面爆发 一个月之前 没这么丢人 这一个月咱们 就这么让我没面子 这就是你的 全部的心里话 每个人看待 事件的角度 和习惯都是不同的 他习惯用现金 不愿用花北 在我看来 他谨慎而传统 在下地铁之前 先来询问前面的人 是否要下车 在我看来 做事情有预见性 今天的事情 眼镜必须今天修好 在我看来 这叫今日事 今日必 没有找到最适合 自己的工作 跑到快餐店 去做一个过渡 在我看来 既不肯老 而且自力更生 在你看来 全是错错错错错错 当你看不上 这个人的时候 他做什么都是错的 咚咚咚 剁鸡腿 不剁的话 难道整只扔进去炖吗 你吃的时候 怎么不嫌他 咚咚咚呢 所有的好 全部都变成了负累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不上他了 我告诉你 什么原因 就是你惯得太宠溺他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 跟他分手 你看你还能不能找到一个 天天在家里 给你洗衣服 做饭 剁鸡腿 送餐的一个男朋友 我且不说他 性格 脾气 工作 就单说他对你 对于这段爱情来讲 我就是觉得他很好 没毛病 我不知道你在作什么 今天你就跟他分手 我看他回去怎么办 还作不作 这肯定是不行的 你绷着点好不好 你绷住了 他回去就老实了 一点都挂不住 那行那你就惯着 继续惯 你刚才充分地演绎了 什么叫里外不是人 你知道吗 来来来 余老师 只要他们好就行了 我就里外不是人了 祝你们幸福 对 来来来 余老师 余老师 行 总益老师 说完女方了 那我就换个角度 说说男方 男方是一个 自我控制比较强的一个人 所以你喜欢做事有计划 提前把量打出来 但是这种控制一旦过度了 缺乏了灵活性 就会容易失控 所以有的时候 就会出现冲动 和临时的所谓的改变 那就是被动的改变 就是控制和失控 对你来讲的话 一直在这种恶行循环 对吧 其实控制的话 也是在追求一种安全感 这样的话 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 去做事 不至于就是发生一些意外 但如果控制太紧的话呢 反而意外就容易发生 因为我们很多事情 不是完全你自己控制的 因为你的节奏 你自己还好 但是一旦有了女朋友 还有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容易失控 从控制角度来讲的话 从你身上我能发现 你非常容易焦虑 是 因为 两个眉毛都挤到一块了 这么年纪轻轻的这个状态 就所谓的就向流新生 因为你天天这样下来的话 就形成这个习惯了 所以脸上留下了你的痕迹 我跟你讲 女朋友为什么有这个感受 我既同意左沿的一部分说法 但还不同意在哪呢 第一个 你控制资格就罢了 但是你现在是怎样呢 你还把你的那个控制 控制到女朋友那里面去了 让她觉得你是 好像是对她好 但是她觉得不舒服 所以她刚才有个词叫做 给我爱的压力 还有紧嘴的眉毛 那种焦虑 本来就是一种 不开心紧张的状态 哪个女人愿意 和一个不开心的在一块啊 那么你想一想 这种不如意 就化成了各种的不满和挑剔 所以啊 先得把自己 做一个快乐的人 然后呢 再给别人带来快乐 这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那么女方呢 其实我觉得 你也有点点焦虑吧 就是你这个焦虑以后呢 最后就形成了 两人恶性循环了 两人越来越拧巴 越来越拧巴 没感觉了 但是我觉得 恋爱谈得还比较短 如果你们觉得 改变其实都很难的话 这种感觉 就其实适合分手了 就不适合再谈下去了 如果你们觉得 哎 我愿意努力一下 再尝试一下 改变自己的状态 先别对对方有要求 不要强制对方 你自己能变得快乐吗 能就试一试 不能就分手 严老师 严老师 其实从你的 所有表达来看 你既不接受自己 也不接受他 虽然你刚才 昨天老师说 分手吧 分手吧 你看你都分不住 你说那不能分 不能分 但其实你从心里 对自己 对他 你都不接纳 自己的工作 无非才一个多月不去 对吧 家里又有很多事 虽然我不赞成说 因为装修 我就要辞职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 大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正常的有规划 是应该 我既兼又兼顾了家务 要学会接纳生活 接纳自己 接纳对方 你这个眉头 慢慢就打开了 你不能时时处处 和生活去作对 时时处处感觉到 自己的压力 女生我想跟你谈的是安全感 你的安全感太足了 如果其实你是喜欢她的 我知道 你心里是对她 有这种安全 温暖的感觉的 那咱就好好对她 别再任性 别再作了 好吗 希望你们幸福 好 谢谢袁老师 来 陀老师 对于男生来说 你要明白一点 一个人的表情 是你和对方的第二预言 当你皱着眉头 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这些事情 在对方的心目当中 已然是抹上了阴影 就是你的面容 已经告诉了对方 你现在的状态 所以你做什么 带给对方的 都是负能量 对于女生而言 你有没有感觉 你今天 好像有点 鸡蛋里挑骨头 有了爱 就有了理解 你就会理解 她为什么这么焦虑 你就会理解 她为什么这么保守 你就会理解 她为什么 内心会这么缺乏安全感 当你有了一种理解之后 于是理解 又产生了更浓重的爱 但是你内心 现在没有这样的感受 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对她的爱 少了一些 甚至我认为 你没那么喜欢她 你想想看 但如果一个真爱 自己男人的女人 看着一个男人 整天眉头紧锁 她拥有的是关心 是心疼 而不是嫌弃 今天做选择的是你 不是她 自己想明白吧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你沉重了吧 剩下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 我可能是一个 就是太要强的人 太坚强了 所以我有的时候很 特别的自我 我把自己看得特别重 我确实 我没有考虑过 什么你的感受 你开不开心 你难不难过 有些事情 是需要时间去想的 我也会 考虑清楚 这个问题 我也会给自己一点时间 然后 我也会慢慢地 把我这个脾气 这些不好的毛病磨掉 所以就交给时间吧 我觉得 哥们听明白意思了吗 明白 明白谁 真明白了 真明白 回去吧 两位 请回吧 谢谢两位 来 请回去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下载 今月APP和外事大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今月APP天津IPV网络电视 外事大手机客户端 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下载抖音APP 拍摄分享你的情感故事 带话题 我要保卫爱 并在爱情保卫站的 抖音官方账号 就有机会获得老师们的 专属爱情解答 来吧 看他们自己的决定吧 请开门 不主动 其实这小子也挺坏的 发现了吧 有请我们的小发头 有请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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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会用一杯时提供的 深海纯浸宝石套盒 24小时保湿 实时透水嫩 来 见证属于他 从身高 海拔来说 还是挺登对的 但是从性格来说 确实需要 打磨很久 只能 祝他们开心